好 現在是6點29分 本來說這個場地址訂到這個 晚上7點鐘 但是大家很清楚的看得到 透過這樣公開 透明 大批媒體在場的方式 根本最後就是崩了嘛 因為說實話 這就不是一個我們彼此之間的談判 又要把過去的理念拿出來 訴諸民意 訴諸所有的媒體 這哪門子談判 院老師 我先強調 因為今天從這個一開始的話 就一直不斷地在看電視 就是也沒有機會講 我大致上說三點 第一個的話 這個真是一個非常非常混亂的鬧劇 因為我平常常開會 我們戲務會議 院務會議 校務會議 所有的事情沒有人公開 當場真的在開會討論的 你知道嗎 那個沒完沒了 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這個藍白河是大家的共識 現場這五位偷同一藍白河 但這個技巧你覺得呢 這個技巧當中的話 雙方都講了太多假設性的問題 以及太客氣 說良心話 雙方的話 本身的話 像柯文哲講說 不要講別的 我要講最好的團隊 讓民進黨下架的話 他已經預設自己最好的團隊 但證據呢 他拿不出來啊 對不對 他講人家不講 然後呢 那個 那個 自己這邊就行的話 那就不會坐在這邊了 其實我講剛剛臨時結束 就有一點草草結束的味道了 對 因為真的是再談下去就真的太難看了 不是 因為就是難看了 因為大家都講到原來的事情 然後第二點的話呢 今天這個談判 基本上就是一個郭董設下的一個局啊 原來柯B是很被動的 因為他耍賴了嘛 對不對 人家講的 結果後來的話呢 郭董講說 我們就三個人談 談的是什麼候選人的情況下 然後他當場就講 不住之客 只得朱立倫 然後馬英九說我是見證人 沒有 他是歡迎馬英九的 對啊 我知道啊 他質疑這個朱立倫的這個身份 對啊 所以說這個情況 對 所以現場 因為所有的這個媒體在場 有些話真的沒辦法講 然後另外就是 我們看到這個主持人 照理說主持人就是一個程序引導 但這個主持人發表了很多看法 這看法一度激化了現場的情況 國民黨那個林陶本身 還在那邊搶麥克風 兩邊吵架啊 然後另外他們說 我就要強調第三點 整個就是說 他們把這個問題啊 那個不翻篇章 就是說是原來六點協議的時候 這個郭台銘又在現場講話 他一開始花了很長的時間 講訂飯店的困難了 我們來看他現在講什麼 Tag break 喝一杯很棒的奶茶 那麼看到很多感恩結婚的氣氛 應該準備一下涼茶 我要先一句話 要感恩 今天是good day 但第二個呢 我離開統計學的課 是因為我真是認為這個話題 應該就跟柯主席說的就此翻過 如果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大家把注意力 為什麼我這幾天 花時間被跟柯主席溝通 為什麼跟侯市長溝通 然後呢 我昨天發一個那麼長的文 那我真的我內部 我自己的內部 花六個小時做出來 我講出寫 寫出來每個字幾天幾分 我對他負起百分之百歲的責任 不容創改 今天這一幕 沒有事先遇到 本來講好是商人 我是主角之一 結果我變成身格為見證者 那我不曉得 我不是已經是不是被換掉了 所以今天呢 我第一個 我做主主人很難接受 第二個 就無從我前所一緣 我不希望是一個無緣的結局 在感恩節當天 但我不信的 好像是無緣的結局 袁老師你怎麼看 你覺得 我們都講政治人物要有大智慧 大智慧是政黨的問題 保住台灣 這個現場的幾位 目標一致啊 但是今天這個結局 你覺得呢 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智慧 我舉例來說 如果你們三位要談 會採用這種方式嗎 你給他們建議一個 比較好的方式 接下來呢 時間不多了 該怎麼做加快腳步啊 我可能講的比較直接一點 我感覺到 我剛剛在講 軍人啊公務員啊 跟我那大學老師 這個性質上不太 有少少的不一樣 我看這件事情啊 我比較看未來 還有看這個國際觀瞻 這個談判技巧是鬧劇一場 就是說這個根本 談不出任何東西來 基本上就是說很難看 再接下來就要吵架了 因為講的話 越來越難聽了嘛 因為一個注意力量 後來搶話兩次的話 意思就是說 這個就是基本上的話呢 對於這個黃世秋的講法 他有他的不同意見 我有兩件事情 我覺得喚醒他們的注意 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說答案非常明顯 那麼到底是如何推出最強的團隊 這個裡頭當中大家不要忘了 是有三個人 這三個人的話呢 這個郭台銘本身呢 設下了一個局 我說的直接一點呢 他設下一個局 這個局呢 就幫柯P呢這個反轉 從被動變成主動 怎麼講呢 因為柯P簽了六點協定以後呢 因為問卷的結果呢 他就不認帳了 不認帳以後他就裝傻 裝傻的結果就是說是呢 大家都知道他統計非常好 因為你學醫學的嘛 怎麼可能統計不好呢 但是他心裡非常明白自己的 因為他一簽了六點協定以後呢 使得他自己的底下支持者 非常不滿意 他自己說過 他們都要鬧痴痴 然後現在的話呢 這個郭董呢 造了一個情況 就是說 翻了篇章 我們就三個人來談 白紙黑字 叫後有意答應的 所以呢 這個是很厲害的 果然呢 就做生意的 就是使自己的很被動力少 變得很主動 那後來一天以後呢 正準備來的時候呢 朱伊倫不幹了 然後馬英就說 我是見證人 所以說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是第一個環節 第二個環節我要跟大家講啊 你要知道 因為我昨天參加了那個 鳳凰衛視的這個節目 我坦白講 你們今天這個丟臉的這個鬧劇啊 不是只有2300萬人看啊 是14億人在看啊 你要了解啊 你們這幾個人憑什麼搞政治啊 一點腦筋都沒有 然後本身來講 還在那邊搶麥克風搶來搶去 一開始更難看啊 那個國民黨的小裸裸 跟那個什麼 郭董底下的 什麼還有那個 那個民眾黨的那些 都那邊年輕人 把他搞成辯論比賽啊 小孩先吵起來啊 你知不知道這個是 我嚴格來講 因為我昨天說 人家大陸多麼重視啊 他全部圍成那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感覺 也會覺得說兩岸之間的未來 就是再此一舉 如果藍白河的話呢 讓他們感覺到這個希望無窮 大家講的話 昨天那個節目 蔡壁如也在場啊 對所以今天我必須要講啊 來導播到18.1丟出來 現在丟出來啊 我要給大家講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只到 只跟到這邊啊 那上午的一些事情 你應該要這個把邏輯順一順 你才知道今天為什麼有這些插槍走火 這個荒槍走板的一個結果 大家會覺得怎麼可能 這幾位都是老謀深算的政治人物 怎麼會搞出這個荒槍走板的一幕 當然他是有一個過程的啊 那在剛剛就是說 本來是應該在小房間講好嘛 然後這個大廳來宣佈嘛 但是沒想到因為要公開透明啊 所以在大廳裡面 然後這個郭台銘講了很長一段談話之後 郭台銘就講了一句 好 誰震誰夫 那我們現在來談吧 大家就看到柯文哲做出一個 快要昏倒的表情啊 顯然這一幕呢 柯文哲是沒有意料到的 他跟郭台銘是沒有講好 所以郭台銘直接在現場宣佈 鄭跟婦的問題 來 我們現在來談吧 所以柯文哲差點昏倒 那稍微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 不可能在這個現場談鄭跟婦嘛 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客費有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客費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行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客費有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美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Food feel good